我們現在這個就剛好接到粉絲的訊息 台中 剛好說小思哥上次跟你討論的這台車 我確定不留了 我說好台中是不是 我在彰化馬上到 我上次有一次在直播 我有講說有這個車的話你跟我講 他馬上就聯絡我了 現在剛好沒下雨 你可以幫我示範一下 鬆開 然後直接往後拉 SBACO方向盤 低溫風扇開關跟水溫表 這個就是Tim的電子的懸吊的控制 HKS的電腦 然後他很特殊的是 你把他的中央服務手打開 後箱蓋跟加油孔都在這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臨時過來 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打算要處理 那我先去跟他 喬一下 好不好 邪惡的金錢帝國就是這樣打造的 你知道為什麼這樣講嗎 什麼我聽不懂啊 錢砸去就買回來了 哈哈哈 為什麼要買這台這個指標性跟意義性的 我在直播上面呼籲說有這個 手牌的敞篷的車 請跟我聯絡有沒有 直播精華剪下去 馬上就跟我聯絡了 所以我們今天終於把它買回來了 這台車有什麼特別的 上次有講過了 那我一個沒講他叫 還有機械增壓 其實顧得也不錯啦 我後來覺得一件事情 來來來來 看小市長知識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有時候不要嫌老車說年份 哦這車那麼老了還那麼貴有沒有 說啊這車幾年還要賣十幾萬 我跟你講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你買人家照顧好整理好的 真的比較快 真的跟教馬子教人家調教好的 類似的道理 還是你要享受那個調教的過程 我是喜歡享受啊 我跟你講哦 站在我們立場啊 當我已經做了20年調教的這種事的時候 我就再也不想做這件事情 所以代表什麼 你還太嫩了 你還覺得這個事是一個享受 等到你活到一個勘沾 你就會想說我們已經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浪費了 好我們就直接找這個愛車人士已經幫我們打造好 再第二個最緊繃的例子是什麼 Selica 人家整理好一台漂漂亮亮的哦 放在社團上賣哦 十幾萬而已 啊我們那一台有沒有 我記得就已經買超過10萬 我們再花時間再花金錢 整理下去 我跟你講那車又20萬了 還想賺錢的話會變什麼結果你知道嗎 就那邊有一台黃黃的 反正這個邪惡的金錢帝國 我們用現金就把它買回來了 然後開一下棚好了 遮陽板要拉下來 先把遮陽板拉下來 然後這 後來 來 往後丟 欸今天應該有下雨耶 還是我們要開出去看有沒有漏水 應該不會漏吧 真的 多的是 你不知道的事 欸我不是不相信消費者哦 我說有機率啊 因為這種軟棚的有時候年紀到真的很怕漏水 可是我看它這膠條真的顧得很好 我覺得它這都整理過了 聽說底盤有聲音啦 因為不是我開回來的 剛好我們有服務人員去台中交車 順便把它開回來 棚子回來 來來 自己拉拉得到嗎 欸你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我看自己拉拉不拉得到 OK 壓著扣回去哦 等一下漏水搞不好是因為你沒扣好 懶叫比牛大啦 扣好了啦 好啦出發了啦 欸這椅子這樣最後樓 欸沒有啊可以再厚耶 欸椅子切薄其實不錯耶 前後距離比新款的大啊 好走上路繞一圈看看 哇它這個路感啊超明確的 你的方向盤啊 你可以感受到 你現在走的路的材質耶 哇好吵哦 路面的噪音 然後加上水潑起來的聲音 加上風切聲 哇受菜 哦吼吼 哦哦哦哦 你看這樣過彎 阿達有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那個感覺 什麼感覺 就是 貼著地然後沿著那個線 完全都沒有偏 然後就這樣 哇超順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位置啊 因為它以電消薄啊 真的變的好舒服 而且它的監控做得很好哦 我這邊有水溫 然後它原廠就有油溫 然後還有這邊的胎壓 所以它的監控的東西都做 做得很到位 我剛剛為什麼毫不猶豫 我就直接上高速公路了 比起我剛剛講 他也去花蓮了 這個在二手車來講 已經算是很嚴苛的測試了 他從台中去花蓮 高速道路啊 不知道會不會塞車啊 山路啊 什麼他都經歷過了 我們現在出來開有什麼辦法 所以我才說什麼 老車真的不怕開 是怕你不開而已 因為你不開 你永遠不知道你的車有什麼問題 而且啊 它這一種是很直覺性的 比起你現在暴力壓 SWIFE 腐蝕POR那一種現代化 已經被資本主義腐蝕過後的傳統工藝 你看那個車子 跟我們以前小時候 對於這種機械回饋的記憶已經蕩然無存了 它這個整個包含排檔 包含方向盤的反饋 包含整個周遭的環境音 BGM 讓你已經融入到道路跟環境裡面了 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騎摩托車 再加上如果天氣好 棚子打開 連風的感覺都來了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融入大自然裡面 就很像在聽黑膠唱片一樣 黑膠唱片音質有比現在的那些數位化的好嗎 沒有了吧 為什麼還是有人會聽黑膠 那個才是你真真切切活著的感受 舒服 而且這加速好快喔 它不是暴力的 它不是貼背的 它是 線性的 對 很線性 這就是什麼機械增壓 沒有渦輪這麼的暴力 你相同的規格 上了機械增壓跟上了渦輪增壓 其實渦輪增壓是暴力的 它就是感覺它一腳踹出去 那這個是你會有一種 輔助你慢慢的往前退的感覺 而且它真的整理得不錯啦 你看剛剛離合器跟這個排檔 那個換檔速度是可以很快的 就是因為它的離合器片跟它的這個排檔 它整個設定倒戶的都真的非常好 所以我排起來真的很順手 這是一台可以在山路開得很順很順的車子 你有沒有覺得我的那個過彎 比起之前開了一些很暴力的手排車啊 其實我的每一個彎道 都比任何一台車都還要來的順 每一個彎的過程當中啊 我必須排哪個檔位 然後我的方向盤轉到哪個地方 都是非常舊熟 就跟暴力阿比就好了 差很多 因為那種車變成說它太強大了 然後它把你保護了太多東西 阻隔掉了太多東西 無論是這個排檔的反饋 方環的反饋 每一個東西呢 都好像讓你隔著一層東西 就很像戴著保險套一樣的感覺啦 很安全嘛 但是安全當中就少了那種 狂野的那種感受你知道嗎 它的避震器改裝應該是有顧慮到 日常 並沒有把它改的特硬 一般如果你要開這種車 跑山路有沒有 再把它的避震器在設定 比現在再更硬的話 應該開起來會更犀利 但就完全犧牲掉日常使用 所以它這個雖然是會跳動 但是不是那種很死硬的那種感覺 而且其實它的輪胎設定很均衡 它輪胎並沒有一昧的把它夾搭 我記得它的輪胎好像是15還是6而已 這真的很好玩的一台車子 欸 口析啊 啊 不是我的煞車啦 我以為是有女生 沒穿內褲穿裙子騎摩摩車騎過去 哈哈哈哈哈哈 在找欸 哈哈哈哈 不過我覺得它的起步不太好控制 它起步有一點 你放慢會覺得好像開不動 但是你忽然放開又有一種爆衝感 哇 欸 過隧道聲音好聽耶 好聽耶 我很喜歡開管子有聲音的車子 然後過隧道的聲音 時間卑飾 歲月如梭 我們的體感時間總是過得比現實還要再慢 我們今天因為拍攝剛好把它挖出來 我一直都把它收藏在車庫裡面 所以你看 漂漂亮亮 既然都把它移出商庫了 就要把它整理一下 我的計畫是這樣 我們回來的時候呢 底盤有點聲音 所以我們先把它移去阿吉那邊 然後請它檢查所有的油水墊跟底盤的東西 然後之後回來呢 我打算把這兩個椅子翻新 剛剛我觀察了一下 應該是用皮革漆 修補的方式就可以了 因為它內裝還有一些地方 包含走把 都已經有一點褪色了 還有中間煙灰缸的地方 到時候我們回來拆下來做美容 然後做一個翻新 方向盤我想要找一支方向盤來換 一樣是大凹的 我找一支看有沒有 我覺得比較好看一點 欸 其實它棚也很漂亮耶 它棚也不需要用 而且這玻璃還很亮耶 以前很多這個棚 玻璃都不行 它這棚搞不好隔熱紙 看起來好像還貼過 所以我們這個MX5 放了超過半年 拍攝整理影片做一個紀錄跟大家分享 Check it out 今天來到車工五谷 要來修這台MX5 然後現在沒辦法試測 因為他們檢查了 把這個管子拔掉了 然後檢查完是離合器打滑 等一下要裝離合器片 先來裝離合器的部分 然後再上變速箱 新的嗎?還是舊? 只有買得到離合器片 然後我們這個表面都有在做處理 所以之前是什麼東西壞掉? 它已經消耗到這個凹槽都已經... 應該是說這個線快平的 這已經接近打滑了 這個是新的片子 這勾就很明顯 就差很多 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把它畫上去 我們裝這種東西會讓它上一點油 這是釋放軸塵 那它會在這邊持續的滑動 去推動壓板 如果說表面粗粗啊還是什麼的 它有可能會出來的不是那麼順暢 對啊 這顆是一個波叉的支點 那它會利用這個做一個槓桿 那我們也讓它有一點油在裡面 保持它一個潤滑性 所以打擋就是靠這邊帶動 我們的離合器分棒 它出來之後 會推動這支波叉 讓它往前推 去壓我們的壓板 你壓板壓下去之後 裡面會有一個張力糖 它會把一個動力把它切開 這台MX5啊 先前啊被改了機械鎮壓 那它用的是 Mini Cooper R53的機械鎮壓本體 它這套系統原本 它有一個 這是一個凹槽 它這個凹槽 用於是用給 Olin的一個定位槽 那它現在改的這套系統 沒有可以讓它放Olin的空間 大概就是說 雖然說它是密的 但是它多少採視會有 露氣的狀況存在 那我們去加工 把這個缺口這個槽 給它填平 填平之後 我們再做了一個指電片 再做個打膠 會減少它露氣的風險存在 調整動作 poets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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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叫来一些它的大灯啊 后包啊 全部都叫来的 可是这好像是不是叫错了 对 叫错 叫错了对不对 因为我刚看了下不太一样 我们的车是NB 马自达它都要一开始第一台出来的先灯 哇 那一台叫做NA 我们这台是NB 然后我们叫这台是NC 叫的时候老板说 没关系先叫来再说 结果还是真的差很多 我们拿再比一下给你们看 旧式的灯 好 比较简单来讲 它没那么大 没有到这边来 这个钥匙孔 钥匙孔也不一样 差很多 烤灯我们的狠物了 所以可以换 诶 像不光隔光诶 我觉得这个比较尖 我打开看一下好了 但是这个是不是要切掉 这里如果进得去其实还OK 灯是不能把它切嘛 所以我们只能改的话就是变成保险杆嘛 这边可能要切过来一点 又是NC的哦 很确定是NC的 因为小事它没有要用压尾 你的意思是什么切掉 中间切掉再合起来 刚才还好吧 切两公分掉就好了 开箱结束了 我们刚开了大灯跟尾翼 没有一个是可以的 这个大灯可能就到时候去烤漆的时候 可能就要弄一下 尾翼可能要叫債夫把你切成档了 都会黏起来的 这也大空定了 这又是一个严苛的 可能一去有可能就放个半年了吧 对 其实保管顺便都要烤漆了 修改反正有受伤 就是顺便都烤漆了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风气方向盘 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我可以使用你的 Diamante 100公分计顺便转时间 I do got the world within a room But I do my breath in Matthew Lowe When I run to go the radio I got a beat for what's mine I'm your girl who's an amazing dude to go When I run to go the radio I got a beat for what's mine I got a beat for what's mine Oh my god I run to go the lights It will find the truth from apart by the world 今天要來黃季這邊保養這台MX5 之前車公修了離合器跟機械增壓漏氣的問題 但好像沒有保養 所以今天來請陳老闆保養 然後順便給他再試一試 看這台車還有什麼問題 動了是不是 煞車好像有一點異音 右前的避震器好像壞掉了 彈跳就比較差了 底盤有聲音嗎?你有聽到 倒不會咧 我覺得是那個引擎蓋那邊 有一個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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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的聲音 那個應該可以調整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這台整體的感覺還不錯 哇 避震器爆了啦 漏油 漏那麼嚴重 你看這邊都是油 所以它稍微偏軟 這邊也都是油 哇 上面都爆了 難怪這麼多油噴出來了 哇 你看 修成這樣子了 這個可能要拆開來看看是不是分棒咬住 主要是這個都生鏽掉了 鏽得這麼嚴重 其他的避震器是都還好 引擎都還健康的咧 沒有漏油的 偏速箱這邊也看起來都還好 方向機也都正常 曲軸這邊也都沒有油漬 方向機這邊左右都健康的也沒有漏油的現象 先來看油水的狀況 喔 這樣最好換一換 比較偏高了 機油我是覺得要換一換 很讚 水箱 看起來是還蠻綠的啦 40%偏低了一點啦 水箱筋我看就 大概是多少可以不用換 標準是50嘛 現在40左右 檢查到現在要更換什麼 煞車油要換啦 機油啦 還有水箱筋 那個磁輪油的話 我是覺得有人一起把它更換掉 那個後煞車盤要換掉 又前避震器漏油那個要處理 它是改裝的 我是覺得找看看專業的 剛剛有那個聲音的話 我們就調整這個 喔是這個喔 對 這個把它調整一下 不要讓它有震動這樣 字幕製作曲 試一次車,看有什麼不一樣 前面B站還沒修,所以應該偏軟的陣頭 還是應該會是一樣 最主要看煞車 看煞車有沒有那個聲音 油換新的之後,那個吹起來更柔順 好 好 讚 耶 很久沒有看到我拿這個對不對 應該一陣子吧 小搞搞又變成大搞搞了 因為這次也拿了三張 剛翻閱了一下歷史資料 那時候到現在已經兩年半了 先跟大家分享弄了些什麼好不好 其實真的是車主 2001年的車子 也二十幾年了 那車主是真的顧得不錯 人家也是環島來給我們的嘛 因為看起來 我們是少花了蠻多錢的 底盤的部分基本上我們都沒花到錢 便去維修而已 所以底盤的部分是真的前車主是顧得很好 引擎跟變速箱的部分呢 我們大概就是它那個機械增壓的管路 漏氣 我們稍微就請車工把它做一些修補 然後第二個 這個車子開起來會更有利的地方 就是我們把它的離合器片也換新了 所以這兩個東西呢 弄上去以後呢 都能讓這台車開起來更加的脫胎換補 剩下的部分呢 我們也把碟盤 來臨片組全部都更新了 五油三水呢 也把它換掉了 一些墊片 all in 我們也都把它更新了 更換比較多的就是在 外觀跟內裝的部分 首先印度眼鏈 大家看到就是燈換掉了 我們本來想說 隨便買回來 應該就可以處理了 結果沒那麼簡單 我們買到NC的燈啦 對我們這是 你們偉大的泰山啦 我跟你講 不要再留言說泰山是沒做 泰山一直都有做 他在幕後默默的努力 他只是存在感比較低而已 他一直都有在 幫我們增加問題的困難度 哈哈哈哈哈哈 他有負責日本縣這個部分嘛 因為他會日文嘛 人家也曾經是在那邊 遊學打工過一陣子的 所以呢他 尼鳳五 conversation的部分 NB他就給你買個NC 他我們師傅要做一些修改 哇泰山你買到這麼多 哇 沙子很愛吃的 我媽媽還要收 有的沒的 黏黏黏 點音跟煙 然後再修改修改 哇泰山 然後就再點一根 念了泰山三根菸的時間 才把這個大燈弄好 那基本上再來是回來 本來烤漆就蠻漂亮的 所以我們只烤了保險桿 那他的鋁圈 原本就狀態是很漂亮的 那我們就一樣是留著 他的卡鉗呢 原本也已經是更換過的 他原本的棚跟漆面就很漂亮 那尾翼的部分呢 沒那麼簡單 就是我們偉大的豬隊友泰山 他就去買了一個過場的尾翼 好又是買到NC的 後來回來也是經過師傅的修改 然後才能夠改到符合他大小 欸他不是說有名牌嗎 名牌在哪 換下了這個MX5的 我就記得我有買 這是去日本買的 這應該是美規版跟日規版的差別 美規是MX5 日規是米亞島 其他我們就沒有什麼更動了 外觀的部分就這樣 接下來就看內裝 內裝的部分我們把它皮底全部都更新了 那門版的部分 應該有看過柯P傳教室了吧 有啊你們在那邊調七比賽 對啊調七比賽嘛 我把棚打開 方向盤的部分應該 柯P傳教室好像也擺過了 好我們就把它換成這個 木紋的搭配他的駝色的內裝 然後再加上這個 這是我去我的倉庫翻出來的排行頭 神奇寶貝的 不錯吧又搭配他紅色的外觀 蠻搭的 難得的快樂就這麼簡單 然後呢皮的部分呢 因為它本身啊 前車主就有送去把它車的比較薄 那我們就用它原本車薄的這個造型 就把它的皮都翻新了 內裝的部分好像就只有動這些東西 所以我說這一台車真的是幫我們省蠻多錢的 雖然已經幫我們省蠻多錢了 但是呢我們做的這些東西 還是花了十幾萬 責單我們就奉上了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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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趁現在沒雨趕快出去 繞一圈看看 它現在飽滿的力道 跟我們剛回來的時候差多少 Let's go Oh 甩人 shit man Holy 甩人 怎麼好看 環如新生啊 新生等於不知道 剛開學 我雖然說這個車是出來油車盒用的 但是 挺猛的 它這個離合器 騙換了之後啊 聲音飽滿以外啊 整個力道非常紮實 哇 好好開喔 這過彎真的是貼在地表耶 然後檔位非常的紮實又明確 開這個車出來啊 我又覺得別人都好高 然後我們好像坐在地上 旁邊一台摩托車都比我們高 然後你要隨時保持你的儀態 因為大家隨時都在沾養你 其實這個車這樣舒舒服服的 這種涼爽的天氣 開個Miatta 晚上出來游游車河 哎呦 我不對耶 幹這個媽的橋在滴水 滴水 幹 啊你 啊 哦 這橋頓 幹 橋邊邊在滴水 幹那是 我要開哪裡 我要開進來一點還是開出去一點 咖啡 我剛剛還想說 欸對不對 晚上舒舒服吹著風 帶著煤出來洞風 開到橋頓旁邊 哈哈哈哈 開始滴水 開始滴水 所以說那個老車的整理啊還是這樣 即使一台前車主 它可能花了是我們數倍的錢 我們回來還是得再花個十來萬 我覺得十來萬算很省了耶 從來沒有花十幾萬花那麼開心過 因為如果我們隨便再買一台這個MX5啊 二十幾年的MX5回來要花個三十萬可能兩兩的 所以前車主真的是把它照顧得很好 不過我剛剛看了一下它外面的漆面雖然猛一看蠻漂亮 但是有些地方還是已經有一些瑕疵了啦 畢竟老車了 跟我一樣嘛 好遠看帥帥的細看還是有老人般 哈哈哈哈 如果真的要漂亮可能整台車還是要再重新打磨啊 我在想每當我們越來越多老車整理完成之後 我又開始在煩惱 我們的老車的存放的問題 我們每次三不五時 我都在我們公司周遭 我都在找倉庫 如果說我們有一個好的地方 可以再繼續存放的話 我的整台車再把它重新烤得飄飄亮亮 好好的把它展示起來 哦 要 跟在這個車後面嗎 臭屎 真正臭 哦哦哦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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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哈 哦哦 我想問一句話 而且我覺得另外一個值得開心的試試 這台車算是我們眾多老車裡面 其中的一台 整理了兩年啊 價值可能還往上漲 以我們現在整個整理好 這樣整個車子的車況來說啊 我覺得現在賣應該不至於賠錢 賺錢我覺得可能有點困難啦 但賠錢我覺得不至於 我最近開那個電動車開久了啊 突然開到這種 非常機械性非常直接的這種 傳統燃油車 哇 老車這種 好開心哦 整個都覺得心情很好 比方也都沒有聲音 然後引擎並不像狀況很好 冷氣又冷 即使開著棚讓冷氣吹就覺得好舒服 我最近開電動車開到最後 我都媽媽快出櫃了 我都懷疑我自己媽媽是不是有性功能障礙 哈哈哈哈哈哈 OK啦 everybody 這一台2001年的MX5 經歷了兩年半的時間 其實它沒有荒廢 它其實是一直慢慢慢慢的都有在進行當中 日本買了一個料不對又修改啊 等料等料然後慢慢弄啊 修理場放啊 阿吉亞要出去比賽了啊 菜山又幹嘛了啊 大家每個人都很忙 好不容易一點一滴慢慢的進步 一點一滴前進前進前進 終於告一個段落了 每一台的車子的修繕跟翻新啊 都是整個團隊 還有我們周遭的協力場 一點一滴的努力 每個人都弄一點弄一點弄一點 整個公司美容部也一樣 咳屁也一樣 好不容易就把它完成了 然後拍個影片放在YT上面 永久流傳嘛 直到人類滅亡為止 YT導電為止 這台車呢 沒有意外 也不用傳訊息來問 我會一直把它留著 直到我有機會開了一個咖啡廳 讓大家來瞻仰它 看一下Miyata 還是以後我們有參加車劇的時候 可以開出去讓大家參觀一下 讓小朋友拍照一下 類似這種感覺 那這個詳細的公單 我們就放在旁邊給大家參考 我覺得這台車很不錯的是 前車主已經幫我們省了很多錢 二十幾年的車 讓我花十幾萬而已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了 花很少了 那希望這台車呢 翻新的影片大家會喜歡 也記得支持我們做這種燒錢的影片 要記得超級感謝幫我們拉一下 支持我們繼續在做這樣子的影片 因為媒體布已經賠很多錢了 要不然這個蝦皮商城 商品買起來嘛 不要說都用捐獻的 買一些你們用得到的東西 支持我們一下 眼鏡啊 可以配度數 但度數太重 你就沒辦法配 因為太厚太重 500度以內應該都可以配度數 或者是你可以拿一張太陽眼睛用 或者是衣服 檳榔層襯衫啊 襪子啊 杯子啊 支持我們一下 讓我們有錢繼續做這樣的影片 來給大家看 甚至說讓我們有錢可以去買新車回來 開箱給大家看 訂閱也是最重要的 黃金30分鐘 因為30分鐘後才講嘛 黃金30分鐘 好啦下次見 掰掰 登登 謝謝大家 嘉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繼續 好不好 овые 謝謝 還有 目指す高みの空 Rodon Star 君と走る夢の道 広がる空 自由な風を感じて 縁起の魂 新しい時代へ スピードと情熱 輝く未来へ Rodon Star もう終わらない物語 君と共に どこまでも行こう 發意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